公務員事務局蔣聶德權說 選舉投票順利開始 按照情況努力處理靈活應變 亦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共同將選舉的工作做好 盡快知道這次選舉的結果 律政司司長鄭入華說 候選人涉及不同範疇人士 說明選舉的政治包容 我們這些候選人 其實這次非常多元化 因為不同的背景、年齡 和不同的政治光譜都有 所以正正就是符合了 我們講到這次選舉的政治包容性 亦都講了我們這次選舉的 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 我們今天的選舉 希望大家在十點半之前 都去投票 令到我們可以選出一些 得財兼備的人為香港服務 在元朗這個票站 已經是大概三、四個小時 由票站開放到現在 都一直在這裏 現在來到投票的選民 明顯是沒有大約一個小時之前 那麼多 選民來到這裏 大概等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進去 但剛才是沒有那麼順利的 大概一個小時之前 這裏是因為有電子派票過程 出現了就是選民一度 要等超過一個小時 大概是六十分鐘至九十分鐘 才可以入到票站進行投票 所以期間都有一些選民是鼓掃 認為這個票站應該盡早轉為人手派票 看見到現在關外隊的方面 都只有一位長者在等候 但剛才其實一度都有差不多十個長者 部分長者都要坐在票站安排的椅子上 坐著等 那麼選舉主任就跟我們說 是因為票站位置太過偏遠 網絡信號就時有時壞 所以票站現在也是向選舉事務處反映 是考慮要轉用這個人手派票 那麼他們就說會繼續根據現場的情況去調整安排 時至超早的十點半鐘 這個票站是有一百八十幾個選民投票 今次選舉在十個地方選區將會選出二十席 十區的整體投票率 截至朝早的十點半是百分之六點三六 有二十八萬多人投票 暫時最高投票率是九龍東 有百分之六點九四 投票率暫時最低是新界東南 有百分之五點四八 接著我們看看功能界別的投票情況 總投票率是百分之五點九四 上屆第三界別的投票率最高 有百分之六十一點一一 社會福利界最低 投票率是百分之二點六八 接著選舉委員會界別 投票率在頭兩小時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三三 人一千五百個選委會選出四十席 提提大家投票時間在晚上十點半結束 今屆大部分的票站採用電子派票 部分偏遠地區因為訊息不好 派票程序一度拖慢了 有選民鼓吵 投票早早八點半開始 今屆新增關愛隊 比年滿七十歲、長者、殘殺人士等等 其中在元朗石崗為票站 投票開始過幾小時之後 一般隊伍就輪候至少一個小時 有選民不滿 現在進了選民的責任 你們流傳這麼慢 有些趕於上班 做事慢了少少 一開始 後來可能溫熟了就好些了 我也想說一說 今早早有些延伍 就是有四個投票站 就是延遲了開站的 包括長沙灣體育館 適色園可得幼稚園 青山天主教小學 和香港教育大學 賽馬會小學 原因就是它需要較多的時間 來準備 不過延遲是沒有超過十分鐘的 我們會補回延遲的時間 給他們在十點半以後繼續開放 詳情我們會發新聞通告 保良局宇村小學這裡 早早到現在人流一直比較稀疏 站外都沒有出現過人龍 而這個站最新的投票率 大約百分之十一 略略高過整體投票率 而幾個星期之前 這個票站和附近的中大校 有會聯會陳振夏中學的票站 兩個票站的投票通知書 調轉了寄給選民 看看兩個票站的距離 大約是七至十分鐘的路程 早上都訪問了不少年長和行動不變的選民 他們都行錯票站 說沒有收到新的投票通知書 要他們百行一趟 當中不少都是長者 他們就批評安排混亂 又說由於他們腳痛和本身行得慢 來回兩個站都要行幾個字 甚至是半個小時 其中有一位婆婆就說到 走這段路要她休息三次才行 質疑為何政府不在兩個站沿途 無派工作人員指示他們正確的票站 今次選舉在10個地方選區 將會選出20席 整體投票率截至早上的11點半 是百分之9.35 有41萬多人投票 暫時最高投票率的 是新界西南有百分之10.12 投票率暫時最低的是新界東南 有百分之8.26 接著看看功能界別的投票情況 總投票率是百分之8.87 上屆第三界別的投票率最高 有百分之80.9 社會福利界是最低 投票率百分之4.08 在選舉委員會界別方面 投票率是百分之58.01 近1500個選委會選出40席 今屆選舉首次設三個口岸投票站 包括鄉原位、洛馬洲支線或羅湖口岸 被在內地的港人投票之後免檢疫回到內地 有選民就說過程順暢 三個口岸投票站上午8時半開放 在羅湖口岸票站 有著紅背心的義工協助 幫選民核對資料 有登記碼嗎?有登記碼就可以進去 有大巴接載選民到票站投票 選民要帶齊回鄉證選舉事務處發出的登記結果通知書 48小時內陰性核酸檢測報告 內地綠色健康碼和香港身份證 過關後到票站再登記 就可以獲發地方選區選票 有住在深圳的選民說流程順暢 一投完票轉個彎就已經要出境出回來了 我們第一批十分鐘就已經整個過程 由入關出關都已經完成了 都挺有趣的第一次 就盡了公民的責任 可能會走的路表比較長 但是所有的指示 兩邊香港和國內的海關 或者工作人員做得很好 所以很清晰很快 有港人就專程由福州搭火車來投票 上網也看過他的政綱 一定要外國外港 和真真正正正在工作的人 經濟或者其他的 只要為香港做也沒有問題 而在鄉原為口岸票站 上午一度出現排隊投票的人籠 告示牌顯示要等六十分鐘 又轉成來這個新口岸投票的港人說 原而內心等候 我們都是剛剛一班朋友 在上海一起下來的 特意過來投票 之前都有投票的 每年都有回香港投票的 但是疫情關係都擔心回不了去 但是都很好的安排 就是讓我們在邊境裡 可以即日投票 很多人都很開心 三個邊境口岸票站 投票到晚上十點半 之後會轉做點票站 點選地方選區選票 如果個別地方選區 在羅湖和鄉原為票站的 登記選民少過五百人 票商就會送到 洛馬洲之善票站 和同選區的選票混合點選 至於所有功能界別的選票 都會送到回展的中央點票站點選 無線電視記者關可為報道 港島東選區 一共有四個候選人 競逐兩個議席 其中三個人有建制政黨背景 民建聯良希是政黨新面孔 她曾經在選舉論壇說 要為西灣河爭取地鐵站 那會不會影響選情呢 我覺得可能是一件好事 我看到好像最近我們的網絡熱度 因為西灣河事件 我都去到榜首了 十天前那些人還問我 你的名氣這麼低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很認識你 現在大家沒有再問我這個問題了 新民黨廖添誠說 跟一有民調顯示 同區未有候選人有明顯的優勢 所以自己會全力逐區跑 看過去一個民調 好像是昨天的報道 其實沒有一個候選人有特別的優勢 所以我要努力做好自己 所以需要每區跑 感覺上當然有勝算 但是需要他們出來投票 相對有較多政壇經驗的工人會會長 吳秋北說 仍然爭取每個選民的支持 這一票是很重要的 決定我們香港未來議會的運作 我們現在應該要有一個更高效的 能夠監督政府的有效施政 推動政府梁正善治去變革 所以市民是很有期望的 唯一屬於非建制派的潘卓雄 說自己很大機會如人得利 來到投票日是否仍然有信心呢 看到選民是願意投票的率 是比全港平均高的 所以我相信我是有機會進去的 星期日唯一一個可以盡量接觸到多些投票的人 或者街坊就肯定是走流的了 無線電視記者李維爾報道